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在家里烧红烧排骨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里烧 那就是大错特错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排骨 不但软烂入味 肉质一点也不柴 而且越吃越想吃 首先排骨中撒入一把盐 加入清水 浸泡半个小时 这个时候 你可以闭店间看看 水非常的粉浊 脏东西是不是全部都泡出来了 然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重点来了 排骨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一点料酒 煮开以后 漂去浮沫 然后捞出来 用温水清洗干净 起锅烧油 加少许水 适量白砂糖 然后小火慢慢的熬 等到熬至枣红色 然后冒起白泡的时候 下入排骨 将排骨炒至完全上色 加葱姜 两个八角 能吃辣的来得干辣椒 再加一勺豆瓣酱 然后加盐 生抽 蚝油 一罐快要锅西的啤酒 然后一次性加过开水 没过排骨 盖上盖子 小火炖上一个小时即可 这样做的排骨 软烂入味 孩子抢着吃 学会的赶紧收藏 试试吧 好看哦 中文字幕——YK